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半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这几天外出海沙季的席带雨居出门了 至于目前在南海 有些低压扰动正在发展当中 未来也有持续增强的机会 未来必须持续关注这些低压的最新动态了 至于在降雨的部分 礼拜一刚刚提过了 受到东北地方增强的影响 在基隆北海岸跟宜兰花莲 都有下期一些短暂震雨的机会 住在这些地方的观众朋友们 外出一定要记得席带雨居 而在气温的部分 中午的时候是比较温暖的 各地的高温是来到了28度到31度左右 北部东北部地区非常的温暖舒适 南部地区比较闷热一些些 而在清晨跟晚上的低温部分 北部东北部地区真的是感觉比较凉一点了 低温的部分预计会下滑到 只有22度到23度左右 再加上东北季风增强 所以风会稍微大一点点 所以风吹起来感觉会特别的凉 提醒您早晚外出最好是搭配一件薄外套了 而在中南部地区的低温 只是来到了24度到26度左右 整体来说会是比较舒适的气温 所以其实在未来这个星期 北部跟东北部地区感觉会比较凉 同时也有下期短暂震雨的机会 建议您这几天外出 都要记得席带雨具出门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气象 我们明天见